大家好,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家里面养掉蓝的一些施肥技巧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掉蓝养得好,长得健壮,长得旺盛 那么施肥同不了关系 所以我们给它施肥的时候最好是使用一些基底肥 因为平时给它施肥的话非常容易把握不好这个浓度 容易产生烂根的这种问题 那么使用基底肥的话最好是显得一些羊分 因为羊分的肥力比较充足而且比较温和 不容易造成掉蓝根的这种现象出现 而且我们使用基底肥的话 它是通过慢慢的生长,慢慢的吸收一些肥料 这样的话对它的根系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么使用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换盆的时候 在底下铺上一层羊分 然后再铺一层土羊 再栽种这个掉蓝上去,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给这个根系直接接住到羊分 避免它烧根 平时通过浇水它就会吸收到一些养分 提供给掉蓝生长 那么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养掉蓝的一些施肥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